一、丽丘开机 王仁君 郑和惠子主演 该剧根据姚宝宣先生同名话剧改编而成 该剧讲述了民国初年间的社会动荡与善变 以及时代变迁下金融界所面临的重大变革 伴随故事线的发展 期间由外国银行的侵入 国内原有钱庄和票号受到挤压的经营惨淡 而后有山西票号、释迦峰的票号 为代表的晋商群体顺义进取 用于担当国家民族修妻与共的故事 《二评妖传之天书西探》开机 毛小彤、陈若轩主演 该剧《游罗万中》 冯孟隆原著《三岁评妖传》改编 讲述了胡永儿毛小彤是 何金城与陈若轩是历尽艰辛寻找散落的天书 并因此萌生爱情的故事 原著《三岁评妖传》堪称神魔小说《开山鼻祖》 此番班上迎评 亦在弘扬中国古典文化 三、人间眼火花小说开机 蒋家恩、杨海诚主演 该剧讲述了孟玉怀与厨娘花小麦 相遇相知相恋的故事 杨海诚在剧中饰演的孟玉怀 是当地标局标头 乌航出身的他性格沉稳 遇是冷静 是村里数一数二的真男人 他与蒋家恩饰演的花小麦 是欢喜冤演式的相遇 充满了俏皮与甜蜜 四、浅情人不知开机 胡云豪、康宁主演 该剧主要讲述了宠物玩具设计师 郑丁丁 依列邪后乳献科医生宁玲锦 从此开启了一段 事与罗曼史的故事 剧中 胡云豪饰演的宁玲锦 在医生专业层面是天之骄子 但在生活中则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猫奴 因为蒙宠宁威男和女主上演了一段幸福猫片 深宫之步步杀己开机 吴嘉宜、赵一钦主演 该剧讲述了吴嘉宜饰演的赵雨昕 全家惨遭灭门 被李嘉收养和韩九诺饰演的秋奇情同姐妹 一起长大 两人因遭受叛军追杀琉璃失所而分别 兜兜转转秋奇进攻成为后妃 雨昕被秋真相和报仇而进入太医院 两个女生在阴谋诡计层出不穷的宫廷中 化解重重困难 斗智斗勇 步步成长的爱恨人生 六、亲爱的孩子开机 陈祥、蒋梦姐、王志文主演 故事着眼与百姓家庭的聚散冷暖 从恢复高考的那一年想起 误杀了致死父亲罪魁的张定邦 措施上大学集会 他本来可能光彩的人生 也陷入到妻离子散的悲惨境地 以时间赎罪 张定邦在17年后寻找自己散落天涯的孩子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